接下来请收看谷体系列 生命电视台的诸位观众 大家 阿弥陀佛 很高兴我们在一起来见面 我们一起来修学 这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音所修持的这个法门 特别以大悲咒 这个大悲心托洛尼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这边我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实际所体验到的 我们这个大悲水呢 一般我们都是跟众生大家结缘 大家都很喜欢 就一杯水我们前程来吃大悲咒 它就是大悲水 那这个大悲水呢 不光是一般的众生 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台中中天寺 中天寺呢 它是在台中寺 这个北屯区靠近这个比较靠近这个比较靠近三边的一个寺庙 那在我们中天寺呢 在我们的附近有一位养蜂人家 他一年有几个月呢 就在我们中天寺附近在那边养这个蜜蜂 那每次我只要到达中天寺的时候呢 他就会问说 师父你能不能帮我来加持这个大悲水 那我就问他啦 你加持这个大悲水要做什么用呢 他说要给蜜蜂喝 蜜蜂喝 我说蜜蜂也喝大悲水 当他感受到这个蜜蜂好像跟平常生活有点异样 会感觉他们好像很不安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给他们用的食物当中就加入这个大悲水 他说每次呢 我给他们这个加入大悲水喝了之后呢 他们情况就有改善 就好像就比较安定一些 比较安定一些 那这个就是我亲自体会到了 一个养蜂人家他也知道说 这个大悲水有他不可思议的功能更妙用 他也把这个大悲水给他的这个蜂群来饮用 所以每次我下去呢 他就把握机会就准备一些水 那么他跟着我很虔诚的来持大悲咒 那他就把这个大悲水很珍惜的来使用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进一步 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持大悲咒 他的功德妙用 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的法门 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我们这个持大悲咒 在这个大悲餐里面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有些什么 产生的恶极 你都没办法治好 那只要我们虔诚持重大悲咒 菩萨会寻生救苦 而这个咒的本身 他就有一种救苦的力量 那在这个大悲善文当中也告诉我们 我们凡夫总是有无名 有妄想的执着 所以难免无名起来的时候 会起这个贪嗔痴 透过身口意会造了很多的恶业 这个恶业有众业 甚至忤逆使恶之罪 那我们造了这么多的众业 只要我们很诚心的来忏悔 来持这个大悲咒 这个大悲咒也能够 为生之列能够帮助我们来消除 我们所造的这些众业 让我们这个众业能够来由众变减轻 乃至来消除 所以我们说此次大悲咒拜大悲善 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 我们在海明寺的佛妻当中 我们在过去老上在的时候 这个佛妻当中的早上四点钟 他也是鼓励我们大家拜大悲善 很多人就问了 哎呀佛妻为什么不一心念佛呢 老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拜大悲善 业障减轻之后 念起佛来就会更得力 更得力 所以我们凡目众生 即使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 只要我们虔诚的 来念观世音菩萨生来持大悲咒 就能够来灭除 我们所造的这个众业罪障 所以这个持大悲咒 这也是他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力量 所以说我们只要很诚心 虔诚必有感应 必然有感应 这个就是我们大悲法门 这个大悲咒 他的功德妙用 所以我们这个大悲咒 我想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来行持 我也常常鼓励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家庭的共修 我们大家聚集起来 很虔诚念一遍或是三遍 能够念到七遍是更好 大悲咒 这个大悲咒 念完之后最后我们再加一遍心经 然后做一个回向 它也可以做我们家庭的一个共修的一个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大悲咒的一个法门 当然观音法门除了我们念诵大悲咒 曾念观世音菩萨之外 它还有很多 那今天我再来跟大家介绍 观世音菩萨的六支箴言 On Ma Ni Be Mi Hon 这个观世音菩萨六支箴言 这也是观音法门的一种 这个奏它有一段 但这个On Ma Ni Be Mi Hon 是这个奏的起头 就On Ma Ni Be Mi Hon 我们常说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六支箴言 On Ma Ni Be Mi Hon 它是一句梵语 On的意思就是恭敬虔诚 相当于我们常说南摩 南摩观世音菩萨 南摩阿弥陀佛 就是恭敬虔诚的意思 On Ma Ni 凡语 它是摩尼宝珠的意思 宝珠它象征着智慧跟光明 我们有智慧就有光明 凡乎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心地不光明 所以On Ma Ni就是摩尼宝珠 都象征着智慧光明 碑咪就是年花 年花出污泥而不染 它象征的是清净圣洁的意思 清净圣洁的意思 碑咪 轰 轰 这个声音我们用力一点 轰 感觉好像从丹田里面出来 它象征的就是圆满成就 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圆满成就了 就是Hong的意思 所以On Ma Ni Be Mi Hong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箴言 On代表恭敬虔诚 Mani 智慧光明 Be Mi 清净圣洁 Hong 圆满成就 所以它也是一句吉祥语 吉祥语 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来念诵 On Ma Ni Be Mi Hong 所以之前我曾经有跟大家讲过 我们为了筹办一个儿童夏令营 有位老师有一天 他就将On Ma Ni Be Mi Hong 编了一个曲 然后他弹唱六字大名奏给我们听 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听 也很容易唱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首佛曲 我现在就来恨这首佛曲 O Ma Ni Be M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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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持诵六字大名奏 这也是观音法门的一种 有关于六字大名奏的持诵 当我们到西藏 当我们到西藏去 当我们到西藏去 或是一般密宗的寺院到场 我们就会常常看到 O Ma Ni Be Mi Hong 所以我们持诵 O Ma Ni Be Mi Hong 六字大名奏 它也是观音法门 我们谈到六字大名奏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在四川靠近西康 西藏边境 有一次有一个喇嘛 他见过一个地方 他看到附近山头有亮光 他就好奇走过来 原来看到一个老婆婆在用功 O Ma Ni Be Mi Hong 他知道 他就走过来 老婆婆你在念什么 他说 哎呀我在念O Ma Ni Be Mi Ni 这位喇嘛一听 原来他就很专注地在念六字大名奏 所以山头一片荒光 后来他听说老婆婆 他念的是 O Ma Ni Be Mi Ni Ni 因为那个 O Ma Ni Be Mi Hong 那个字 最后一字 那个是一个口 一个牛字 那个老婆婆看到 他有牛 就把他念成牛了 这个喇嘛一听之下 他就很好心了 他就告诉老婆 你很用功 但是我告诉你呢 你这个六字大名奏 最后那个字呢 应该是要念的Hong 要念的Hong 哎呀我念好久了呢 谢谢你告诉我 所以这个老婆听他这么一说之后 但他就知道 应该要怎么样把它改成比较正确的念法 哎 哎 后来呢 这位喇嘛在经过的时候呢 看到原来那个亮光不见了 亮光不见了 他又再走进来 一看 哎老婆婆还是在那边用功啊 哦 哇 他一观察呢 他就知道了 啊 为什么 原来有亮光 现在没有亮光了 啊 啊 老婆婆呢 他已经多年来习惯于念 Ong Ma Ni Be Mi Nhu 他告诉他 你应该用Ong Ma Ni Be Mi Nhu 可能他一念Hong 后来呢习惯又变成牛了 哎 这样 啊我又念错了 又念错了 哎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呢 他就起了一种分别心 心里面有挂暗 所以这位喇嘛 他就告诉这个老婆婆 你还是照你原来习惯的那个念 这样你诚心的来念诵 一样就会有感应 啊 这个老婆婆一听 他就很高兴 他就还是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念诵 啊 因为他习惯于原来那个念诵 他就很专注很诚心 所以依然呢 山陀又放光了 啊 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呢 也告给我们一个启示 啊 我们诸佛菩萨的咒也 当然我们能够正确念 这是最理想 那即使有所偏差 但是我们能够很诚心的念诵 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啊 我们佛话讲万法为心啊 啊 只要我们心非常恭敬很虔诚 哎 一样 他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出来 啊 所以我们说做什么事情 要很恭敬心啊 啊 要自心一处啊 无事不办啊 啊 至于 他有没有 因有没有很正很对 那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问题呢 还是要认清楚他的一个本质 啊 那个本质 啊 那个性 啊 性是不变的 像 它会改变的 啊 啊 所以我们说 从像里面 那体悟那个性 所以 这个 Ong Ma Ni Be My Ho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六支的真言呢 我们也能够经常来念诵 啊 相信 会让我们心定下来静下来 而这个咒语的本身 它有很深的一个含义 很深的含义 只要我们用功来持诵呢 我们就会更有更多的一个体会 啊 所以 这个 持诵Ong Ma Ni Be My Ho 也是观音法门的一种 那刚才跟他谈到 性跟相 我们接着 再来跟他谈 在《嫩言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呢 他也告诉我们 用耳根听闻声音呢 反文字性 性成无上道 的一个耳根圆通的法文 在门言会上 有25位弟子起来报告 还跟世尊佛陀报告 我当初修行是怎么样 正得圆通的过程 那其中呢 第25位观世音菩萨呢 他就起来报告 跟世尊余一位大众弟子 在谈起 他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 他在观世音菩前呢 他发菩提心 彼佛叫我从文师修 从文师修 文就听闻 思为修正 从文师修 入三谋地 入三谋地 他就起来报告 他怎么样透过 耳根听闻声音 反文文字性 正得圆通的历程 出于文中 路留望所 出于文中 耳朵听闻声音 像诸位 他听我讲话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话的声音 有 那我讲话的声音 我有讲话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动向 但是没有讲话的时候呢 那个情境呢 我们称为静向 但不论是有声音动向 没有声音静向 叫动向静向 动静二向了然 我们都清清楚楚 而不声 不声起那个分别之心 就是我们耳朵听闻声音 声音 所听闻的声音的现象 它有声音我们称为动向 没有声音称为静向 那不论是有声 没声 我们能够听闻声音的那个文性呢 它不随着声音的有没有变化而变化 所以所听闻的声音它像它是会改变的 那那个能听闻声音的那个能 那个能啊 那个闻性呢 它不随着这个像再改变 那这就是一个观音法门的一个路门 所以我们能够从听闻声音当中 而不是往外去追寻 因为外在的一些现象它是有声有灭 我们跟着外在的生灭的现象 我们心呢就会跟着生灭 我们能够反过来 反闻呢 闻自信 信尘无上道 所以在这个观音法门呢 出于闻中路流望所 那个流呢就是代表的闻性之流 忘记的所听闻的这个声像 不说它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不予对境行不起 菩提就是日日的增长 日障 所以能够体会这观音法门的这个路门的初步呢 诶 你自然在一群很喧壤的人群当中呢 吵吵闹闹 好 你心还是能保持那么安定 因为你知道外在的这个吵闹声音 它是动静二相 我们心不起分别 我们依然很安定的坐着 慢慢呢 我们就回归到我们本来清静的这个自信 那你自然呢 心就越定 越静就越定 慢慢 我们本已有的那种清静光明就会现前 所以这个是出于闻中路流望所 所路济济 你体会这个不随向转 向辨而辨 能够缓闻自信 所路济济 这个济济的济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动向静向我们清清楚楚 而不生分别 不生 所以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不增不减 所以相它是有生命的 性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佛教讲要明心见性 要见到我们本来 明心见性 所以出于闻中路流望所 所路济济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然后接下来 闻所闻静 静闻不住 能闻跟所闻 来一个能跟所 静了通了 能闻所闻静 静闻闻一切 而不住一切 而不住一切 静闻不住 那这个闻也空了 就进入到觉 感觉知觉 那个觉所觉空 空觉极圆 能觉跟所觉也空了 空觉极圆 那个觉想也空了 又进入到空 所空灭 能空跟所空 又另外一个能所也空了 那一切的生灭灭以 即灭就现前了 忽然超越四出世间 死方圆明 这就是死方通达圆明 获二殊胜 获得两种殊胜的力量 一者上和十方诸佛与诸如来 同一持力 跟佛如来 一样的慈悲大慈悲力 一者下和十方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这个时候死方圆明了 佛心众生是一体 没有差别 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在嫩眼睛里面 从耳根听闻声音 反文字性 性成无上道 而证得圆通的一个历程 我们可以说耳根圆通上 因为众生的耳根是最历 它是死方 一个声音听到 四方八面都听闻得到 所以观音音法门 为什么菩萨具有那么广大的能力 我们从嫩眼睛里面 就可以知道 它的因地的修行的一个历程 这也是一个观音音法门 希望跟大家介绍的观音法门 对大家 让我们对观世音菩萨 观音音法门的修持 能够有所帮助 祝大家身心自在 福费增长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法送今日 要王要上殊胜功德日 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摘戒 即礼拜三昧水菜 护生慈悲施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9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高雄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高雄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清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 点灯供水护生祭甘露施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 地点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福星里南钢三路97向2号 恰讯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明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霸观栽解 阿弥陀佛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